夜幕低垂 一颗巨大火球划过夜空 倾斜向下坠落 途中还爆裂形成耀眼光芒 这是7日凌晨 嘉义兰坛国小听闻台 拍摄到类似火流星 出现到消失在云层中的画面 可以从上面一直落下来 那个画面一直接近到快接近地面 同一时间花莲宜兰 其实也都有人看到这颗巨大火流星 但这发光体其实来自这里 宣布此次罚事 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三号升空 几秒后火箭推进气分离 7月6日深夜11点53分 从大陆西昌 用长征三号禀运载火箭 成功将天炼一号零五星 发射升空推进气分离之后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残骸划过太平洋海面 7号凌晨0点2分 台湾上空出现流星 0点3分经过嘉义兰坛 还有四次爆裂 很亮像火流星的特征 可是因为它的坠落的速度非常的慢 一般的流星大概速度都是在一两秒之内 它就会消失 像这个现象的话呢 它大概持续了40秒 一般火流星速度快稍纵即逝 但这一颗火球持续时间太久 天文馆第一时间就研判可能是火箭推进气 而现在随着大陆长征三号发射画面曝光 也证实7号凌晨 闪报照亮台湾夜空宛如白昼的 不是火流星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